大家上午平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上帝的话语 是从马可福音第五章21到34节 马可福音第五章21到34节 我在荧幕上的经文的一本是用信义本 耶稣又坐船渡到那边 还在海边的时候 有一大群人向他围容过来 当时来了一位会堂的主管 名叫耶鲁就是雅鲁 他一看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 迫切地求他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请你安守在他身上 把他救活 耶稣就和他一起去了 一大群人跟着他拥挤他 这个是背景 给你知道 主要分享的是在接下来的 这里25到34节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 她在好些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痛苦 又花尽了她一切所有的 不仅毫无启示 反而更加沉重 她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面来 砸在人群中间 摸耶稣的衣服 因为她说 只要摸到她的衣服 我就必欲 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 她在身上感觉到 病已经得了医治 耶稣自己立刻觉得 有能力从她里面出去 就转过身来 对群众说 谁摸了我的衣服 门徒对她说 你看 这么多人拥挤你 你还问 谁摸我 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 要看作自视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 在她身上 所成就的事 就恐惧 占尽地前来 向耶稣服务 把实情全告诉了她 耶稣对她说 女儿 你的性使你痊愈了 平安地回去吧 你的病已经好了 让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我们看见 在这里 主耶稣的生命当中 再一次的 这一个的神迹 这一位的妇女 她听见了 耶稣的事情 她有行动 天父上帝也帮助我们 当我们今天 听见你的话语 但愿我们每一位 也把你的话语 应用出来 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到荣耀你 来到见证你 我们求你 来到跟我们说话 借着你的话语 求你提醒我们 也帮助我们 愿意谦卑地 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 聆清 来到铭记 祝你的话语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 好 那 大概 我们所 有的印象 当你读这个 我们的焦点 不是在前面那部分 就是在那个 有一个女人的那一边 开始 这一个女人 她就听见了 耶稣的事情 她就听见了 耶稣的事情 那时候 耶稣 他们就下了船 其实是从哪里下了船 就是从格拉圣 如果你读前面一点的话 是从格拉圣那边 被鬼扶的 被两千很多 一群鬼扶的那个人 然后 耶稣就 把那些鬼赶出来过后 她就渡船 回到来这边 所以 耶稣 渡船到这边的时候 就有一大群人 来到用向她 所以我们 这个是不同 世纪的时候 画家所画的画 就拥挤着耶稣 拥挤着耶稣 然后有一个管辉堂的来 就求耶稣来到 医她的女儿 耶稣答应了 就跟她一起去了 跟她一起去的时候 在这里呢 就出现了 一个的 可以说是插曲 也可以说是 一个的 主要的段落 也在这里 如果我们 以这一个 血漏妇女的意志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 主要的段落 在这里 在这一群人的当中 有一个的女人 有一个的女人 这个女人呢 她在什么的光景当中呢 其实她是在生病的当中 她生病不是 一两天 或者是一两周 或者是一两个月 OK 一两天 如果你生病一两天 可能你还觉得 还OK啦 还可以啦 不难过嘛 对吗 难过嘛 一两天 不但难过啦 容易过啦 一周呢 两周呢 一两周的时候怎样 除非你是懒惰的人 学生就 最好生病了 不用去学校 但愿我们不是这样 最好生病又可以 拿MC 不用去上班 但愿我们不是这样 生病 生病是一种的折磨来的 在这一个的女人的身上 让我们看到是绝对绝对的折磨 在她的生命当中 在她的肉体当中 OK 也不但只是这样 在她的心灵啊 等等 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 OK 那这个女人呢 一听见耶稣呢 她是听见耶稣的事情啊 OK 她只有听见的机会啊 那时候她还没有机会看见 为什么这样呢 等一下告诉你 我们先讲那个故事大概 她就说她要去摸耶稣的衣服啊 是摸耶稣的衣裳 夹在人群中 怎样都要去挤挤挤挤到回 然后她就摸耶稣衣服的时候呢 就有事情发生了 她就说 哇 她的病好了 她的病好了的时候 同时呢也出现了 耶稣 知道自己的身上有能力出去了 OK 那接下来 耶稣就问 OK 挺出名的 谁摸我 OK 谁摸我啊 门徒很奇怪 啊 怎么人挤人 被 你为什么还问这个奇怪问题 我不晓得你读的时候 奇怪吗 是很奇怪一下的 人挤人的时候你还问 谁摸 谁摸你 我们的老师是不是有点 不知道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 那个女人 知道瞒不住了 她就 在耶稣的脚前 在耶稣的面前 告诉她原因 然后耶稣就 告诉她 OK 你的心使你全异了 平平安乐的回去 你的病已经好了 这个是故事的大概 整个故事就是这样走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因为我给的题目是听见耶稣嘛 所以我们就看听见耶稣之前 还有听见耶稣之后 这个女人她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给她之前的光景呢 是这样的 OK 在25和26节告诉我们 她的肉体呢 受困扰的 OK 那她的心理呢 其实也受困扰的 因为 一直 你去看医生 去看医生 你是希望 怎么啊 不是捐钱给医生吗 你不是希望把你的钱捐去给医生吗 对吗 你是希望做什么呀 病好了啊 对啊 你希望你的病得到好了啊 而且她这个的血肉病呢 一直困扰着她 每一次 她去看医生 带着满满的希望的时候 结果又是 同样的 结局 可能 可能 有一段时间好了 但是 之后可能过 没几天 血 那个血又流出来了 OK 所以 她 没有盼望 她看不到盼望 OK 本来盼望 然后 又失望 盼望失望 盼望失望 到最后 这么多年的当中 她看不到 她的人生 有什么样的盼望 然后 也可能 照今天的心理学来讲 在病痛的时候 是容易有这个忧郁症的 OK 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 在过去疫情的时候 很多的忧郁症的 个案 OK 然后呢 甚至呢 会有这一个 轻生的念头 OK 因为你觉得 没有盼望了 OK 这样子的被这个病 来到折磨的时候 给你的心情 很低落很低落 OK 什么的念头都会出现 也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然后她也出现了 这个财务的困扰 那就是她花费了 她一切的 她花费了她一切的 OK 但 花精了她一切所有的 也没有 没果效 那家庭的困扰呢 可能呢 她是在她的家庭当中呢 会被瞧不起 OK 在她的家族当中呢 是没有地位 OK 她也不能够去 靠近她的家人 OK 等一下会看一些的经文 让你知道 其实 血漏病的人呢 他们摸过的东西 接触过的都会不解 所以呢 她跟人和人之间呢 是很有距离感的 跟自己所亲爱的家人呢 可能是她的父母 她的兄弟姐妹 如果她之前结婚了的 可能是她的孩子 甚至是她的丈夫 有一个诗经学的老师说 她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丈夫会要求离婚的 有这样的病 因为不能 清静嘛 OK 她可以要求离婚的 所以 她是在社会上 是没有地位的 这一个的女人 在宗教的困扰上呢 是不能到圣殿 来到敬拜神 对犹太人来说呢 不能到圣殿 敬拜神的时候呢 就表示着 他们得不到救恩 得不到救恩的时候呢 就等同宣伴了 他们是在地狱当中的 是非常非常没有盼望的 是很绝望的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她要花尽一切所有的 她都要把这个病给治好 她吃了很多的苦 很多的苦头也不能 那肉体 是这一个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历威纪15章25节到30节 这边有写的 或许我请慧众一起来读吧 看得到吗 你们 看得到 OK 好 来 12期 女人若在旌旗以外 患多热的雪漏 或是旌旗过长 有了漏症 她就印制漏症不洁净 与她在旌旗不洁净一样 她在患漏症的日子 所躺的床 所做的物 都要看为不洁净 与她越近的时候一样 凡莫这些物件的 就为不洁净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女人的漏症落好了 就要计算七天 然后才为洁净 第八天 要取两只搬灸或是两只厨盒 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 祭司要献一字为赎罪祭 一字为凡祭 因那人血漏不洁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所以这一个的血漏病呢 另外一个如果你看到 祭司还要为他赎罪呢 就是他们也认为 这个人是因为犯了罪 是因为他有罪 所以他的血漏 停了过后的七天呢 他要去赎罪的 所以在前面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当他摸过的 接触过的 就算为不洁 不洁到晚上 之后呢 要洗衣服 那些人跟他接触过的 也算是不洁 在这里 圣经很清楚的 告诉我们 这一个血漏病的 怎么样的不洁 根据一个现代医师 这个是我在找资料的时候 看到的 那血漏的困扰呢 刚才我们讲是在肉体的 肉体上呢 它会有这一些的 等等等等的事情 OK 就大家看一下 OK 其实如果他 极星大量数学呢 甚至会修课 会死亡的 这一个 所以一般呢 都会 可能就是贫血 头晕 眼花 OK 免疫力降低 等等 身体没有力 OK 相信 有些的 姐妹 OK 在越境期间呢 可能也是有 类似的情况 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没有力 等等这一些 但你可以想象吗 这一个的妇女 十二年当中 他有不少的日子 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度过了 OK 之后呢 我 你们看到吗 这一个 看到吗 这个是一个的 见证 是现代的一个的 妇女 OK 她现在 今年呢 她已经六十二岁 她在二十二岁 结婚过后呢 就翻上了 这一个的血漏 OK 她去看过的 好多医生 那时候她还没有信主 她还没有信主 OK 就看过了 不少的医生 OK 然后以为 好像好了 然后没多久呢 又继续 这个血漏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得到医治 虽然那时候 有一位的老姐妹 欠她 要带她去教会 但是她没有 她反而去找医生 去找 其他的 这些的神明 来到拜拜等等 结果呢 都无效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在中间的时候呢 她觉得自己 走投无路 她没有人 这个人生的盼望的时候 她甚至想自杀 OK 所以跟刚才的 那个 我们所看到的资料呢 是挺符合的 OK 她想自杀 但是呢 人家不卖 那个药房不卖 这一个暗门要给她 OK 然后这一个呢 再一次 这一个老姐妹 再一次遇到她 这一次她愿意了 愿意跟着去教会 然后就这样 慢慢的好了 这一个 她的血漏病 慢慢的好了 现在呢 她 她还有孩子 在血漏病的时候 我不可能生孩子 知道了 这个生理的常识 OK 所以她现在 也有孩子 孩子也挺有成就 所以她就 一直的来到 跟人分享 这样的一个的 见证 OK 看看啊 这一个 这一个 OK 她在病重生活 OK 这一个我们看到了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她听见耶稣之后呢 她是有行动的 你有听过耶稣吗 你们听过耶稣吗 有听过耶稣吗 OK 你第一次听见耶稣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怎么样 你还记得吗 你第一次听见 有关于耶稣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如何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好 这一个的妇人 她听见了 她就决定 她要走入人群的当中 她要走入人群的当中 她要去摸 主的衣服啊 我们知道 她只有听见的分 她没有看见 因为她不能够去接触人群 她不能够去接触人群 OK 如果她出去接触人群呢 可能也会有很大的 生命的危险 人家会 叫起来 或者是 各它远远的 一下子 本来热闹的街呢 可能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OK 有想过吗 是多么恐怖啊 OK 所以呢 她听见之后 她就下定了决心 要走入人群去摸 主的衣服啊 她就 症状带发 她就把自己 可能就 包得 严严实实的 OK 在这个人群当中 不晓得 哪一个是她 OK 你有试过 你有试过 看过人群的场面吗 或者是你有试过 走在人群当中吗 走在人群当中 你要穿越人群 容易呢 还是你穿越草丛 容易一点啊 穿越什么比较容易啊 穿越草丛啊 人群呢 人有力啊 人就好像 如果你说 又好像山那样 又好像石头那样的 就躺在你的前面啊 你要移动它 是很困难的 你要 退它一点点 也是非常的困难啊 但是 如果你穿过草丛的话 你只要这样 扫一扫啊 那个草就被你破开了 你只要这样 扫一扫 OK 哪个 董嘎啊 或者是雨伞 之类的啊 扫一扫 就可以走了啊 扫一下 这左右 扫一下 但是人群呢 你不能哦 你不能说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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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这样的嘛 对吗 OK 所以呢 他要穿越人群呢 其实也是很大的困难啊 OK 特别是 那些如果都是 大部分如果是男人的话 他是一个的妇女 可能他的身体 应该也是比较弱小啦 我相信 你穿在这么高大的人的当中呢 你可以想象到吗 那个情况 你想象得到吗 你想象得到吗 有多困难啊 OK 而且他是在后头啊 OK 他是从后头要走到 耶稣在前头啊 OK 从这里走到前头那边去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他花精了 他花了多少的力气吗 他要怎样怎样的来到穿越 穿越人群 才能够达到耶稣的面前 OK 弟兄姐妹 在座的 听见耶稣在我们这一个的世代 很容易啊 OK 很容易啊 当你听见了耶稣 我们刚过了这一个的复活节 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了 有没有去传扬啊 你在这一周之内有去跟人传扬吗 有去跟 跟人讲耶稣复活的消息吗 有跟耶稣讲 有跟人讲耶稣在你生命中的故事吗 所以 这个妇女她是怎么样知道呢 是因为她听说 有人传啊 把耶稣的所行的事迹传开了 所以她听到 她听见的时候 她是听见 而且她相信 我们呢 你听见了 这一个 耶稣所行的事情的时候 会想起你初初 初初听见耶稣的时候 你呢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这一般是不是什么神棍 他们在讲什么 这是不是骗子来的 讲到这么神奇啊 这个耶稣竟然可以从死里复活 他还可以医治什么样的病人 各式各样的病人 他还可以使人复活 有这么神奇的事吗 这些事 是不是他们在编故事 这些人是在编故事的事吗 但是这一个妇女呢 她听见的时候呢 她是立刻 她就相信了 她相信的时候 她是立刻 有采取行动的 那其实她要摸的是 耶稣一赏的那一个 其实也不是她的一赏 是另外一个好像披肩之类的 给她的那个穗子 那这一个的穗子呢 在明书记里面呢 是有记载 为什么这些男性的犹太人呢 他们需要带这一些的穗子 来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耶和华小于墨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 叫他们世世代代 在衣服边上做穗子 又在底边的穗子上 钉一根蓝细带子 你们佩戴这穗子 好叫你们看见 就纪念遵行 耶和华一切的命令 不随从自己的心意 也目行邪淫 像你们束长一样 使你们纪念 遵行我一切的命令 成为圣洁 归于你们的神 所以当他们佩戴的时候呢 是提醒 提醒他们自己呢 要来到遵行上帝的一切的命令 不随从自己的心意 或者是眼目 来到行邪恶的事情 所以当耶稣这样 待上的时候呢 这个妇人也相信 这一个耶稣呢 他是遵行上帝命令的人 他不随自己的心意 行事 他是遵行上帝一切命令的 所以他就 其实他要出没的 要去摸一下的 就是这一个 当他出没的时候呢 当他出没的时候呢 就好像啊 我不晓得 他一出没的时候 其实就有 就有事情发生嘛 就说他 就知道他的病 立刻好了嘛 他就知道自己的病立刻好了 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嘛 就好像我们都有手机 我们的手机没有电的时候 你去把它连接 跟电线连接 给电源一开的时候 你的手机就会 就那种的感觉 你感觉得到吗 我不晓得 因为我每次插我的手机 它都会有 我知道了 我的手机可以有电了 我不用担心了 这个女人的那时候的 那个就好像这样 他一摸的时候呢 这个的接触点 他就 他的病 就好了 他的病就好了 所以他听见耶稣之后呢 其实他是与主相遇 与主相遇的时候呢 他的病得到医治 他的病得到医治的时候呢 其实他应该在他的 这一个的处境当中呢 他是不敢 他不敢来到 大声的来到宣告 他不敢来到告诉人 他可能是打算的就 若无其事了 就继续随着人群 或者是若无其事的 就慢慢退出去了 慢慢退出去 然后就若无其事的 回家 这样子啦 但是主耶稣呢 在 感觉到他身上 有能力出去的时候 当主耶稣这样子 问的时候呢 其实主耶稣呢 他不是要来到 羞辱这一个的女人 他不是要 使他感觉到尴尬 主耶稣有他另外的目的的 他就是要这一个 妇女呢 来到当中 来到做见证 给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请下来问的目的呢 他是给这一个妇人呢 有这一个公开做见证 来到承认的机会 所以再一次的来到回想 回想我们 当我们领受了 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 当 当我们的生命 与主相遇了 无时无刻的 我们的生命是应该与主相遇的 与主相遇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 愿意的来到公开 来到承认啊 特别是当 某一些的疾病也好 某一些的习惯也好 某一些的 不好的 行为 你已经 得到释放了 你已经 改正过来了 你已经 上帝已经从你 这个的坏习惯的当中 这些的恶习的当中 拯救出来了的时候 你愿意来到公开 来到 做见证 来到承认吗 来到 见证 上帝在你 生命当中 所做的 这些事情吗 也就是因为 这样 主耶稣给这个妇人 有机会做见证 这妇人呢 她就 战战兢兢的 来到把 她怎么样 怎么样的 受苦 来到 讲出来 然后呢 直到 摸到耶稣的时候 她的病好了 你的病 好不好 应该你自己 是很清楚的 特别是 这一个 血漏病 所以这个妇人说 她知道 自己的病 好了 是绝对 是真实的 是好的 所以我们 个人 身上的病呢 你 好不好呢 你知道 你不确定的时候 在现代的 医学当中呢 我们可以找医生 来到 验证 来到验证 到底好了 没有 这个妇人呢 在这里呢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她是好了 然后呢 这一个妇人呢 主耶稣呢 其实是要 纠正她 她这一个 不正确的想法 是指什么呢 你认为 这个妇人的 不正确的想法 在哪里 当她这样摸 那个 一赏 睡子的时候 她认为 怎么样 谁有能力 她认为 应该是 那个睡子 有能力 有力量 那个睡子 有力量 可以来到 医好她 其实呢 是她的 信心 是她的信心 不是衣服 不是什么 是她对 主的信心 医好了她 是她的相信 医好了她 是她的信心的对象 是耶稣 医好了她 然后呢 主耶稣 请下来 问的目的呢 也就是向众人 来到写明 主的恩典 要叫众人 也知道 因为可能当中 也有那些 她的 这妇人 看了很多医生 可能那些医生 也在当中 医生也在当中 也可能认识 这个妇人的 知道她有 这个病情的人 也在当中 所以呢 她要向众人 来到写明 主的恩典 叫众人 知道 这个妇人 她已经 权益了 不再是 不洁净的 所以 她是 现在呢 她是可以到 圣殿 去的 她是可以到 圣殿 去 敬拜 上帝 她不再是 与 圣殿 距离 远远的 她可以来到 亲近上帝 所以 这个是 重点 让 主耶稣 让她有机会呢 在众人 面前呢 来到 表明了 她这一个 已经 完完全全 的 解禁了 所以不晓得 当我们这样 来到 反思我们自己 生命的时候 你 你 觉得 这一个妇人的 生命 像不像我们 是不是我们 生命的写照 不是说 一定是疾病 给这一个的 疾病呢 可以是说 我们生命中的 这些的 罪恶 过犯 我们生命中的 罪恶过犯呢 使我们 与 上帝 好像有一层的 隔绝啊 OK 但是 当我们愿意 来到 亲近上帝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上帝会 赦免我们 上帝会 原谅我们啊 只要我们愿意 相信 愿意开口 愿意 亲近到的时候 所以接下来呢 就是耶稣 他 得到做见证过后呢 就是这一个 耶稣告诉他 OK 女儿 你的 心 救了你 你的心 使你的病 得到全异了 你的病 得到医治了 像不像是在说 你的罪 得到 失眠了 弟兄姐妹 或者是 还没 幸福的 你 当你愿意 来到 上帝的 面前的时候 你愿意 承认你 生命中的 这些的 罪孽 过犯的时候 上帝 一样的 张开 他的上手 来到 告诉你 孩子 你的罪 得到 失眠了 我 我 垂青了 我看见 你真心的 悔改 我悦纳 你真心的 悔改 如果这个女人 她的 血漏的病 好像我们 就好像我们 生命的 血道的时候 你 还要 坚持 用自己的 方法 来到 解决 自己的 生命的 罪恶吗 你还要 坚持 用自己的 方法 来到 除去 自己 这些 不良的 习惯吗 我不晓得 我们 生命中 有什么样的 重大的 过犯 或者是 不良的 嗜好 不良的 行为 我不晓得 OK 可能你一直 在挣扎着 一个的习惯 你很想要 改的 在这一个 的时刻 你来 告诉 上帝 上帝呢 主耶稣 他已经 为你我 成就了 这一切的事 他 已经 在十字架上 为你我 摆上了 付出了 这极大的 代价的时候 他就是 等你 等着你 愿意的 来到 他的 跟前 等着你 愿意的 来到 他的 跟前 不要 在像 这个 妇女 之前 他还没有 听见 耶稣的时候 还不知道 还没 听到 耶稣 的时候 他 花 尽了 一切 所有 想尽了 一切 的 办法 就是要 把 这一个 的 病 治好 同样的 在 现在的 这个 的 情况 你 我的 处境 当中 可能 这个 不良 的 嗜好 这个 不好 的 习惯 一直 缠绕着 你 你 无法 来到 摆脱 的时候 今天 要 告诉 你 耶稣 他 欢迎 你 坦然 的 来到 他的 十恩 宝座 前 主 耶稣 他在 定死 在十字架上 的时候 他 埋葬了 复活 的时候 就是 等着 你我 来到 他的 跟前 他 成就了 一切 的 事情 无论 你的 生命 有多么的 破碎 多么的 不完美 在 罪恶 过犯当中 来到 挣扎的 很辛苦 的时候 可以告诉 你 你放心的 来到 他的 面前 好比 这一位 的 妇女 他 听见了 耶稣 能够 一兵 赶鬼 有这么多的 群众 愿意的 来到 追随 他的时候 唯独 在这 拥挤 的人群 当中 他 和 主 相遇了 他的 生命 所以 无论 你在 多忙碌 的 生活 当中 纠缠 在 自己的 过犯 当中 你的 埋怨 当中 还是什么的 我不晓得 你知道 你目前的 处境 在哪里 我只求 你这一刻 你能够 坦然的 来到 上帝 的 我播放这首诗歌的时候 你可以来到 思想 一切都成了 好 他都敢被包圍 你為何你答案 他執下的不勝子 一切都成了你放心了 沒有任何功勞 每次他更愛你 沒有任何過分 會使他遠離你 因為他的答案 他執下不勝子 一切都成了你放心了 來到不瞬間 你卻想最少 我相信我追你 他如今看 他話語的大樂 他好學一共笑 一切都成了你放心了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你為他的答案 他執下不勝子 一切都成了你放心了 你擁有阿 沒有任何功勞 你是他更愛你 沒有任何過分 你是他遠離你 因为祂的答案 祂持下独身子 一切都成了你放心了 来到独身前 一切上随手 我随心我随力 祂都不禁堪 祂花雨滴到了 祂保雪的功效 一切都成了你放心了 没有任何功劳 但是祂更爱你 没有任何过犯 但是祂远离你 因为祂的答案 祂持下独身子 一切都成了你放心了 来到独身前 一切上随手 我随心我随力 祂都不轻感 祂花雨滴到了 祂保雪的功效 一切都成了你放心了 一切都成了你放心了 你放心啦 她活日的大落 她活日的共享 一切都成了 你放心啦 在這一刻 你來到告訴上帝 是我的驕傲嗎 是我的自卑嗎 是我的不誠實嗎 是我不能夠諒解人嗎 是我對別人懷有偏見嗎 是我的私心嗎 是我各種各樣的私欲嗎 或許最大的困擾就是 我對上帝的懷疑 我求聖明在這一刻 來到審查我們 來到讓我們知道 在我們生命中 到底哪一個部分 出了問題 以致我們不能夠 全然的來到心靠聖地 以致我們依然 你能夠我 依然活在自我的當中 只要我開心就好 只要我過得安心就好 我們求聖明 我們求聖明 在我們的當中 來到運行 來到聖查我們每一位 在座的每一位 在座的每一位 這一刻我聖明告訴你的時候 提醒你的時候 你快快來到上帝的面前 求祂的寬恕 不是我的功勞 使我能夠更靠近上帝 上帝看不清看 破碎的心靈 當我們念慾 開口承認 我們的過犯的時候 當我們決心 把我們的壞習慣 帶到上帝的聖保座前的時候 當我們願意憑著信心 把這一切 帶到上帝聖保座前的時候 尊負座以後 尊責 尊責 他不輕看 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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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力量 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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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上帝 我们来到你的圣报座前 把我们总弟兄姐妹 刚才在各自的心里面 向你所请述的 相信你听见了 当总弟兄姐妹 真心地在你面前 来到鬼国的时候 你垂听了 你也必应你 单纯的信心 来到你的圣报座前 是蒙你悦纳的 帮助我们 就好像这一位的妇女 听见了 上帝你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愿意有行动 帮助我们 从罪孽过犯中 回转过来 帮助我们 当我们愿意 觉知 要来到见证你的时候 给我们勇气 给我们胆量 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并不是 故身作战 是你与我们 同在 我们求上帝 赐给我们力量 我们感谢你 你的爱 对我们始终是 不离不弃的 谢谢你 谢谢你爱我们 也帮助我们 能够更多的 回应你的爱 用我们的生命 用我们的口 用我们的行动 来到见证你 来到荣耀你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